独生女的儿媳 有义务帮衬没有结婚的小叔子 买房结婚成家吗 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看到一些婆婆 试图用长嫂如母的理念 来道德绑架儿媳妇 用各种手段劝说 甚至强迫他们 去支持自己的小儿子 爱雪嫁给老公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婆婆和小叔子 格外地惹人厌 小叔子在家里 三番两次地惹是生非 婆婆非但不会对她说教 甚至还会毫无底线地纵容她 这回当婆婆提出 让爱雪给小叔子买婚房时 爱雪的一句话 直接让婆婆不再敢提这件事 前段时间 爱雪的小叔子正负要结婚了 爱雪本来和丈夫正量 商量好了 他们最近的手头 也并不是怎么富裕 因此到时他们给正负 包个千元的大红包就行了 谁知还没等他们 做哥哥嫂子的包好红包 那边婆婆就带着小叔子正负 前来家里主动讨要彩礼了 爱雪跟婆婆此前的关系 就很紧张 因此她总觉得 婆婆这次来的目的 也不会多纯 果然在一家人吃午饭时 婆婆就借机跟爱雪和正量说 正负马上要结婚了 量子你和爱雪做歌嫂的 多少要那些钱出来给你弟弟 置办一套婚房吧 听到婆婆提出这个要求 爱雪瞬间就不淡定了 她沉默低头吃着饭 脚下却踢着正亮的小腿提醒她 赶紧想办法 妈你也知道的 我跟爱雪这才刚生了女儿 家里的积蓄也都是勉强足够我们三口的生活 哪里还会有闲钱给正负买婚房啊 正亮在妻子的提醒下 只能跟婆婆说了实情 但婆婆却并没有领情 反而还声泪俱下地哭诉着自己不容易 一副拿不到钱绝不离开的模样 爱雪和正亮看着婆婆这副胡搅蛮缠的模样 他们也感到很头痛 毕竟婆婆为了正负这个小儿子 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当初两人结婚时 就因为正负的问题没少跟婆婆生气 爱雪和正亮是大学同学 当初在学校里跟那些喜爱攀比的同学相比 正亮的朴素真诚 让爱雪对她有了深刻印象 再加上正亮年年都拿着奖学金 可见学习成绩不是一般的好 因此爱雪逐渐就对爱亮产生了好感 在几次接触之后 爱雪对正亮越发的爱慕 甚至还不惜放下身段倒追她 都说你追男哥曾杀 因此爱雪是追了大半年 才将正亮追到手 不过爱雪的室友都很不理解 毕竟爱雪的家境优渥 就算是找个富二代 两人的家境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一对 干嘛非要追着正亮这个穷小子不放 爱雪对于室友的不解只是笑一笑 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毕竟感情这东西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 没过多久两人就大学毕业了 正亮凭借着优异的成绩留在了大城市发展 于是爱雪和正亮也成了同一个省会的人 只不过爱雪是省会的本地人 而正亮的家则在省会的一个小城市的县城里 毕业后爱雪借着父母的关系找了一份工作 因为有着人脉关系 所以爱雪不用费劲就坐进了办公室 而正亮一没有人脉 二没有资源 因此她找了很多的工作 才勉强得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毕业后两人又谈了几年的恋爱 由于爱雪是未婚先孕 因此双方父母只能尽快将婚礼提上日程 爱雪的父母得知女儿看上了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友 而且还是小县城的人 甚至男友还有一个弟弟 于是爱雪的父母便有些后悔了 他们苦口婆心地劝爱雪将孩子打掉 并且跟正亮分手 但爱雪不甘心自己的人生任由父母摆布 况且这段感情怎么说也四年了 如今也不是说散就能散的 于是爱雪坚持结婚 爱雪的父母借女儿态度坚决 便也只能做出了让步 同意了这门亲事 由于爱雪和正亮是凤子成婚 所以他们的婚礼办得很不体面 也很是仓促 当时婆婆就拿出了六万的彩礼 说是这已经是她一辈子的积蓄了 爱雪的父母看女儿租住的房子实在太小 于是便将名下一套闲置的房子送给了爱雪 于是爱雪和正亮这也算是有了一套体面的婚房 结婚后没多久 婆婆便以老家的房子小了 小叔子正父马上也要到了试婚的年纪 家里的房子住不下那么多人 让正亮接她和正父到家里住 起初爱雪并不反对 但没想到正父和婆婆来到家里后 就给她添了不少麻烦 先是婆婆在爱雪和正亮结婚半年后 要求开家庭会议 并且内容主要就两点 首先 婆婆说这笔积蓄她本来是想一分为二 给正亮和正父两兄弟结婚用的 结果正亮一下子全花完了 那么这就算是正亮和爱雪挪用了正父结婚的钱 所以他们夫妻要做出赔偿 其次 就是关于补偿的方法 婆婆希望这几年 雪和正亮能够好好攒钱 然后等到正父结婚的时候 婚房由爱雪全款购买 这样也算是她作为长嫂的一点心意 爱雪听完这两点瞬间就明白了婆婆的目的 合着她就是在算计自己 哪怕从她身上捞不到一点好处 也要从她父母身上捞点好处 爱雪不同意婆婆的提议 结果婆婆就仗着她已经怀孕了 不敢轻易跟正亮闹离婚 所以就肆无忌惮地欺负她 婆婆知道爱雪的娘家有钱 她就觉得要物尽其用 想让爱雪将自己当初给的六万彩礼吐出来 这样一来小叔子正负的婚事 她就不用发愁了 可爱雪也不是好欺负的 婆婆见她死活不同意 就说既然爱雪给不出全款 先付个首付 然后再慢慢还贷款也是可以的 此时正亮还没有看破自家母亲的算盘 于是在一旁本正经地说道 妈你放心吧 弟弟的婚是我这个做哥哥的 不可能不管 婆婆听到正亮的回应 她才稍嫌满意 不过在最后她还不忘提醒爱雪 长嫂如母 你也应该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能只认钱 不认亲情 之后一段时间 爱着正亮的面子 以及自己即将临盆的身体 爱雪并没有跟婆婆多计较这件事 然而 同住一个屋檐下 爱雪即便不想跟婆婆多计较 婆婆也会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跟爱雪发生争执 这边婆婆才刚刚消停几日 那边小叔子正父就开始不停地找事 最严重的就是关于男女有别的问题 爱雪不止一次 得跟正父说过 在她家里就时刻穿好衣服 不要赤着膀子了 毕竟她是做嫂子的 正父对她如此坦诚相见 爱雪多少有些接受不了 可正父对于爱雪的提醒 根本不放在心上 平日里遇到夏天炎热的天气 正父都会在家里赤着膀子 惹得每次爱雪都会闭着眼 或者转移视线 回卧室待着 次数多了 爱雪也会忍不住爆发脾气 但正父依旧不在乎 还强词夺理道 夏天天气热 我不喜欢穿衣服 再说了之前 我之前在家里 比这还过分 妈也没说我什么啊 我不管你以前在家是什么样子 现在在我家里 你就必须听我的安排 遵守我定的规矩 正父并没有理会爱雪的反驳 反而嘴角带着一丝笑容 一边向爱雪走过去 一边说道 你别害羞啊 嫂子 我在家都习惯这样了 时间久了 你也会习惯的 看着正父朝自己慢慢地靠近 嘴上说出的话也越来越过分 于是忍无可忍的爱雪 直接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而这一巴掌 不仅让正父愣在了原地 还让在厨房忙活 的婆婆惊醒过来 她立马放下手里的活 高喊着 爱雪你干嘛啊 你怎么敢打我儿子 你是不是疯了 婆婆一边说着 一边急匆匆赶过来 伸手捧住正父的脸颊 检查她的伤势 嘴里还不停问着 我的好儿子啊 快让妈看看 疼不疼啊 正父此时也从梦中惊醒 立马跟婆婆说起爱雪的不适 有了小叔子添油加醋的说辞 婆婆也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指责起爱雪的不适 甚至情绪激动下 婆婆还要抬手打爱雪 爱雪知道自己有口难辨 于是她直接转过身子 让婆婆有本事朝自己肚子上打 好在最终正亮回来的局时 她看着自家母亲和弟弟又在为难爱雪 立马挺身而出 挡在了爱雪身前 随后哄着婆婆 这才让对方选择稀释宁人 不过对于政府 正亮也是给出严厉警告 要是在家里再不会好好穿衣服 就立马收拾东西滚回老家的房子里住 有了哥哥的警告 政府也不敢再调试 终于怀胎十月 爱雪为正亮生下了一个女儿 为了照顾女儿的日常起居 爱雪辞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 一时间养家糊口的重担 全部压在了正亮身上 正亮每日里又是攒钱又是挣钱养家的 爱雪都替她感到疲惫 于是心疼丈夫付出的爱雪 在女儿上了幼儿园 后便立即重新找了份工作 这样一来两人都有钱赚 日子也能好过一点 等到两人的日子都回到正轨上来了 婆婆和小叔子就又来找事了 听着婆婆说是要给小叔子买婚房 爱雪顿时觉得自己 有必要再次重申一次自己的立场 但婆婆这回非但不听 甚至还一哭二闹地纠缠着她 最终爱雪被她哭得头大 于是忍无可忍地告诉她 妈 你就别哭了 我们手里是一分闲钱都没有了 怎么会没有呢 这边雪还没有来得及生气 那边婆婆倒是开始不愿意了 她生气地说道 你是做嫂子的 小叔子如今结婚了 你怎么着也要出份彩礼吧 就算是你们手里没有闲钱 你父母手里会没有吗 你那些闺蜜手里会没有吗 爱雪听闻婆婆的话 瞬间就有些被气笑了 长嫂如母是没有了妈妈才会这么讲 你如今还健在 说哪门字长嫂如母 你想让我掏钱给小叔子买婚房可以 你让正妇改口喊我妈 我就给她买房 婆婆没想到爱雪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于是她气急败坏地说道 爱雪 你怎么能提出这种要求呢 亮子你看看 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 爱雪见正亮想要开口劝自己 她立马开口道 房子买了之后 房产证上要写我的名字 之后正妇结婚时 我也可以过户给她 不过她要跟我签订一份合同 毕竟她是我儿子 那么将来她给我养老也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合同上要写清楚了 在我五十岁之后 正妇每个月要给我生活费 具体数额根据当时的消费情况而定 如果她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就由她的儿子来完成这份协定 此时一旁的正妇沉不住去了 她大声斥责着爱雪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和我哥能不能白头到老都不一定呢 现在就想着让我给你养老 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 爱雪也不气恼 直接说道 是啊 我和你哥这才结婚没多久 能不能过完之后半辈子都不一定 而且你又是我的谁啊 你让我给你买房子 就只能是我的儿子 此时婆婆也看出了爱雪的套路 于是立马软下脾气跟爱雪说道 正妇的年纪还小 她不懂事你不要跟她计较这么多 不过你提出的这条件有些苛刻了 哪有你这样 还没有付出就想着获得回报的 爱雪说道 妈 看来你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啊 我当初结婚不到半年 你就和小叔子想方设法地从我手里 算计我家的财产 现在你们想让我买房子 那你们又为我付出了些什么呢 随后雪看着一旁低着头沉默不语的正两 说道正两 要妻子和女儿 还是要离婚 把咱们现在住的房子留给正妇结婚用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以后这事就别再提了 要不休怪我不客气了 正两知道爱雪是说到做到的主 况且她自己心里明白 此事上的确是她母亲和弟弟李亏 于是就奉劝母亲和弟弟 她可以帮着弟弟 也可以孝顺母亲 但他们不能太过分了 将所有事情都压在她和爱雪身上 婆婆见自己的大儿子都不帮着自己 于是无计可施的她就只能稀释宁人 往后的日子里 婆婆和正妇已不敢再随意提买婚房的问题 而正两为了爱雪和女儿考虑 她也是将婆婆和正妇送回了老家的房子里生活 虽然老家的房子小一点 但多少住两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家庭中 最重要的是不要将关系变成一场算计的博弈 真正的亲情和温暖是建立在对每个家庭成员的真诚关怀和尊重之上的 对待女人 不论家庭中的哪个成员需要帮助 都应该是一种无私的付出 家庭不应该是一个算计的场所 而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对女人的真心关爱 不仅表现在言语上 更体现在行动中 当我们真心把女人视为一家人的一部分时 她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 毕竟在这个家庭中 让她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尊重和被珍视